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快步走下小飞机 与街机的波兰官员握手 这里是有美军驻守的波兰城市热舒服 泽伦斯基反国前选择这地方 会见波兰总统杜达 增强与重要邻国的战略连结 泽伦斯基在波兰期间与杜达会谈近两个小时 从两名总统的表情可以看出气氛良好 畅所欲言 乌俄战争超过300天 泽伦斯基首次踏出国门就出访美国 而拜登送上界面礼宣布提供爱国者飞弹 保护乌克兰基础设施 免受俄国飞弹攻击 泽伦斯基防美新乌克兰民众普遍给出正面评价 认为美国援助的防空系统确实是乌克兰需要的武器 然而特里莫林公放话 美国增强军援对乌克兰不会是好事 只会加剧冲突 普丁则是公开唱衰 说爱国者飞弹太老旧防不了俄国飞弹 就在德伦斯基赴美演说时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亲自深入乌克兰前线 这一名被戏称从没当过军人的国防部长 向普丁建议将总兵力从115万扩充到150万 以对抗北约 对照普丁宣称要努力结束战争 俄罗斯似乎又挽起核战两手策略 华日新闻无限长编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日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日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